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一直很低调 很少秀恩爱 但还是收获了不少外界的祝福 但近日却传出十四年情变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说起来 他们的爱情还被很多人羡慕呢 2004年 两人因为拍摄电影经过堕入爱河 虽然有着17岁的年龄差距 但一路走下来 不但事业如日中天 感情也稳定美好 还记得2009年戴利任凭不能没有你 夺下鸡马最佳导演时 贵伦美大方给他拥抱的场景吗 三年前 戴利任在脸书上PO出一段探讨 生命如何诞生的影片 并发了如是般的你和他和我 我们的消息 这还曾引发网友诸多联想 有网友更是祝福两人有喜 说到两人的分手 其实还算有迹可循 之前同居处的邻居透露 两人已搬走爱巢两年 戴利任近来已翻船为家 在伊兰屋时港独居约半年 但周遭有人都没见过贵伦美的身影 贵伦美曾在采访中直言 对待感情 有时会紧抓不放 会时刻提着一颗心 他也强调过彼此都还在感情中学习 如此看来 在这段感情里 他还是很缺乏安全感的 而戴利任嘴上说如何如何喜欢贵伦美 就是没有结婚的想法 始终没给他一个可靠的情感港湾 而且 之前他被频繁催婚时 他会硬说不是不想娶她 现在各方面都很安逸和平衡 除了人和 还要等天时地利 但是话又说回来 什么才算天时地利呢 而且女人有几个十年可以拿来挥霍呢 分手双方还没有正面回应 但是十四年都走过来 不知他们能不能挺过这关 未经许可以让她 Auf Hu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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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